炸裂了炸裂 男孩睡觉每天搂着柳如烟抱着 居然一眨眼变成了真的柳如烟 还具备了如烟大帝该有的设备 就连以前与他毫无关系与警司 都要在监护室里和他好好做一番点 随着源源不断的美女送上来 男孩哪能有收枪放过之力 放哪过来的 不知深浅的妹子 而这一切都是因为一款叫做 漠视的游戏 因为众多游戏爱好者沉迷其中 游戏世界和现实世界的通道正慢慢融合 一夜之间每个人都拥有了超能力 而我本是一个不爱玩游戏 借酒消愁的错读思 每次喝完酒就抱着如烟大帝进入了梦乡 直到这一天我从睡梦中醒过来的时候 没缓过来神来的我还以为自己在做春梦 但当花蕊一口咬在那屹立不倒的竹水上时 真实的触感让我浑身打了一个哆嗦 直到双手向前抓到两个软明明的东西 睁开眼睛居然发现自己身上骑了一个女孩 随着一声刺耳的声音从房间传到外面 我立即推开美女质问你她们是什么人 而面对我的质问女人却一脸失望 因为她差一点就拿到了男孩的惊奇 我叫任君齐来自飘渺财团 您可以叫君齐 很抱歉没经过您的允许就玷污您的肉体 美女的贴身接近让我感到一脸羞涩 而这时伴随着我生活窗户里射出一道金光 一头狼人像电影里一样破窗而入 然而更令我惊讶的是 一道火光从我头上飞 乏力炫酷火浪瞬间将狼人击飞出去 让我没想到的是这炫酷的技能是任君齐释放 而眼前的危机却没有结束 看见下面一群狼人在那里肆意破 只见任君齐小狱族用力一灯 留下一句 先生稍等君齐片刻 等我收拾了这些畜生再来找您快活 看着下面如同放烟花的炫酷技能 我的终于忍受不住内心的鼓励 大声嚎叫着这探马是什么情况 就在这时桌上的电脑突然自动的亮了起来 随后一个自称万象的VR系统出现了频率 看到居然连电脑都话说话 我抄起旁边的板凳就要给他一笔 而在听到他是末世游戏的主宰师 我定格在了原地 原来事情的一切都是这个风云全球的游戏造成 因为末世游戏被万象系统升级迭代 成功打通了次元笔 游戏和现实世界已经实现互联 外面的和狼人和女人都是刚从游戏中出来 而他们之所以都来寻找你这个臭的词 那是因为我在网上随便找了张照片当游戏中的救星 恰好那张照片就是你的自拍 因为现在的你们还无法进入游戏 所以那个叫人军奇的女人 才会用叉叉的方式夺取你的精云 这样他就可以带着你的骨肉回去 从而诞下就是主在游戏世界流转乾坤 在听到以后会有源源不断的妹子 为了我的肉体 我痛哭流涕地质问他们什么什么 一边说着还做起了扎马布的训练 观象看到我这么积极地迎接对付 表示现在是狼多肉少事 如果有一天你真的被夺走了精云 你的下场只一两步 要么被割掉上面的头 要么被割掉下面的头 毕竟就是主只需要一个就够 听到这个的我赶紧匆忙收拾 准备趁着外面打得不可开交调 却没想到一切都已经完了 因为游戏中角色和装备 正在大规模通过二次元空间 随着上千个紫色传送阵出现在天空中 人们惊奇地发现里面不仅只有 就连游戏里的装备也有 暴露了暴露 男孩睡觉每天搂着柳如烟抱着 居然一眨眼变成了真的柳如烟 还具备了如烟大地该有的设备 接下可引得了女警司的注目 当即命令手下就对房间展开了探索 眼看着自己的秘密就要被女警司发现 谁知道男孩一巴掌就拍到了女警司的同步上 这可把一旁的工作人员惊呆了 而我眼看着如烟抱枕变成了 人军器即将被吐气三级巨狼王瑶死 无奈之下我只能向万象系统求 在和万象系统签约后看到他的武器 我感觉自己好像上了个大一 随后三个新手奖励出现在我面前 分别是技能 装备 胆药 我直接选择最具攻击性的技能 看着手中燃烧着熊熊烈火的圈子 手搏上这时也出现装备手 在将技能吸得后 我瞬间感觉整个世界都不是我的对手 而这时狼王挥舞着自己锋利的手 疯狂着蹂躏着军器的身躯 军器被力找着衣服都快乐 面对巨大的狼王他也不是的时候 当他准备迎接死亡的时候 只见一道火光迅速逃着狼王奔去 略显笨拙使出黑虎阿弗的成林 绝技乌鸦坐飞机 利用刚刚获得的力量一拳打到狼王的脸上 再就解决狼人后我打开鼠青面 看着居然连一级都没有升级 心里有些无语 而站在我身后的军器却看着 看着我如同超级英雄一样英雄救命的场景 内心好像下定了一些决定 很快我们两人再次回到房间 听着系统在旁边叙叙叨叨 气得我诅咒他祖宗十八代 没想到这事军器却突然打断了 询问现在我们是不是继续刚才的事情 这虎狼之词可把我震惊了 想到他们完成采集我就会一命入 于是我就撒谎说饿了想出去买宵夜 剩下的是等我回来再讨论 但是我刚打开门被一捕的力量给 然后一只穿着高跟鞋的脚踩到了我兄弟 客情局警员林飞执行任务 请你配合 我们怀疑一场入侵者就在你家 林飞完全不注意自己的形象 吩咐自己的手下展开搜索 而我这时也看到入鱼忘记了什么 看着搜查员在房间里翻箱倒锅 我左顾右盼的查看幸好人均起跑 林飞这时好像发现什么线索 而就在林飞弯腰拿东西时 啪哒的对讲机上居然浮现万象戏 眼看系统就要暴露自己的行踪 于是我一巴掌打在林飞性肯屁股 直到我看到旁边调查员震惊的攻击 当即意识到自己已经草破了 把这个银贼给我带回局里 我要亲自审问他 在坐车回去的路上 我极力解释自己是亲爱的 但看到外面的炮火银贴 就连帕克银行也惨遭毒手 林飞看到也连忙禀告总部事情的严重性 随后扔掉对讲机喃喃自语 对付这些趁机作乱的人渣 就该直接用重武器轰成渣 画面来到特勤局总部 我被无情地带进审讯室 奇怪的是负责审核的人居然离开了 只剩下我自己一脸猛逼 这时该死的系统再次出现在监控中嘲讽 气得我眼冒红丝对着镜头满口奔腺 此时的林飞让我一个人在审讯室 想要一步步摧毁我的心理风险 但没想到的是我居然对着监控室终止 看到这一幕的林飞 心中压抑的怒火彻底爆 转身走出监控室 就要对我进行一次突击审讯 炸裂了炸裂 女人只是拒绝了男人这第八十次 就彻底激发了男人的欲望 说什么就要给女人做核酸检测 可女人非但不害怕却很辛苦 因为她刚刚才和审讯室里的男人做了核酸检测 完全没有体验到什么是真正的核酸检测 而在林飞气哄哄的刚走到监护室门口时 正准备打开门的时候 这时特勤军二队队长唐四尧 首武阻挡邀请她吃夜宵 林飞刚想拒绝准备进去 可谁知唐四尧抓住了林飞的小手 贴脸表示我会让你录一个难忘的夜幕 可换来的确实林飞问候她的嘴巴 直接砰的一声给她来个闭门宴 听到路过的两位警察窃窃思议 唐四尧更是气得全身都在颤抖 浑身散发出蓝色气息 下一秒一张阴狠的脸出现在屏幕前 而在审讯室的林飞完全不知情 正用自己汹涌的气势来审讯我 你家冲进去的到底是什么东西 看着她那汹涌的气势 我只好不便乱造装备飞过去 但在两人交流的时候 楼梯拐角处的唐四尧已经把裤子提了上去 同样拥有超凡能力的她邪恶的孝极 转身离开的她现场只留下两具赤身裸体的尸体 随后办完事的她来到物证室 趁着管理员在查看货架上的货物时 拥有比超凡能力的她一击贯彻男人的身体 在解决完管理员后 她来到从不明光束里面几乎物凭起 可没过多久楼梯间的凶杀案被其他人发现 警员看着浑身裸体的尸体 立即就将情报报告到局长林外山 在调取监控画面后 凶手很快被确认为唐四尧 林外山听到后猛地从座位上站起 犀利的眼神发誓一定要亲自诛杀次 很快她带领特种部队包围了唐四尧的房间 小队正准备用武力撞开房门时 可突然的爆炸使门口的小队被炸 看着她激活了不明入侵物 小队立即采取了专门对付反金属的夜弹武器 看着周围都是夜弹的唐四尧却一点都不慌张 甚至还使用自己的异能准备一招将所有人斩杀 林外山眼看不好赶紧让手下撤离 说完就向着唐四尧冲去 打算自己来挡住唐四尧的攻击 两人的队拳顿时火发四射 一道道火焰从凌王山旁边掠入 瞬间将身后的部队吞入器中 而审讯室里面林飞完全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 还在用自己残忍的手段来逼迫我说出事情的真心 这时警报的突然响起时间不得不停止 当跑出了房间查看是什么情况 就听到唐四尧变夜 突然楼顶爆炸使她下意识地紧闭霜 当看到是唐四尧从天而降落 林飞不知道从哪里的黑洞里面掏出一笔墙 可拥有异能的唐四尧瞬间将林飞擒住 随着铠甲逐渐消失 她又把林飞按到了墙 势必不管发生什么 要给她留下她来到这个世上的难忘惊效 而此时的我本想的趁乱逃跑 可谁被林飞看到叫住 我只好尴尬地表示自己只是路 不想打扰二位的事情 看到居然是一个耸逼的唐四尧让我感激 谁知道还没走出门就被系统喝 一个下三滥的凑玩意 欺负女人算什么英雄 有种来干我呀 唐四尧以为是我说的气得恨不得吃了 我只好尴尬指尖 刚才不是我喊 是这里头的声音 可能是唐四尧想尽快地解决林飞 怒视我现在 立刻 马上 可刚转身的我系统就又模仿我的声音嘲讽 没用的废物 性无能机无力患者 你想动有那个能力吗 看到唐四尧凶狠的眼神 我欲哭无泪地意识自己完蛋了 美女警司不相信男人是个不会做核酸的证人君子 于是就当着男人的面脱下自己的思维 看着男人一副毫无表情的样子 她以为是自己的身材不够完美 于是就下定决心把自己身上唯一的粉色妹妹给扒了下 在林飞被唐四尧强行做核酸时 我的经过彻底激怒唐四尧 朝着我冲来恨不得把我打血巴巴 看着她的冲来我只能硬着头皮使用积分抽 唐四尧惊讶发现我居然也能力 抽出技能卡的我二话不说就吸收 该说不说这一次运气很好 居然抽到了威力强大的血龙柱技能 威力之大的激起了阵阵农烟 唐四尧也被这强大的一击不得不再次使用飞机 接着农烟的掩护我带着林飞赶紧跑里 看着到手的鸭子飞了 唐四尧释放妖兽去寻找两人的下方 画面来到特勤局的某一个房间 我们两人都不知道如何是 这时林飞却发现有个电脑在说话 听到万象系统的声音我更是气不胆说 谁知道系统一上来就要求赶紧取悦了 林飞看着我和电脑的鸽 也知道了万象系统 随后在我气哄哄讲述了一切原委 林飞也明白唐四尧为什么会突然间这么强 当即转身就去找父亲林万山帮忙 还没来得及离开的林飞就被细体叫 他让林飞看了看林万山落败的下场 看到自己父亲这个样子 他站了 看到唐四尧释放的妖兽已经来到了父亲 林飞只能祈求眼前的我就救他父亲 但系统给出的条件居然是让我兴奋起来 听到话的林飞原本打算是准备脱下自己的黑腕来取悦 根据万象的提示 我此时心中没有丝毫的心存 此话一出彻底让林飞感觉自己不行 随后直接将我推到在地 两腿岔开着站到我面前 缓慢着将自己的身上唯一的东西拨起 这操作直接让我感觉到了什么是人间机会 弊样的目光这让林飞感到非常糟 直到系统高兴着自言自语 他才意犹未尽地赶紧穿自己的小内衣 而系统也不寒乎 毕竟拿人钱财替人消灾 直接让我瞬间提升了三级 还拿出三张高级道具让我选择 眼看门口传来了破门的声音 我也没有来得及考虑 直接三张通通拿下 奖励了拉斯吉装备青龙战甲部件的青龙拳套 面临破门而入的三头狼 林飞也没来得及躲避 眼看着自己就要被袭击 只见我手持拳套从天而走 仅仅是一击立即杀死三头狼 一拳的威力竟然如此恐 正准备拉着林飞要去救人路 谁知道一颗冰晶直出我的面门而来 我迅速用手机挡住攻击 这一下吓得万象问候了他的组统失败 当看到来人是唐四瑶后 我装作淡定让他赶紧命 不然让你好 可唐四瑶根本不听我必必直接出手 他还以为我还是刚才的那个臭粉丝 殊不知我已经彻底肯定了 在挡住他的攻击后 我也意识到自己重击 面对唐四瑶的蓄力一拳 我只有被动格挡他的攻击 当他的拳头触碰到我的手臂时 却出现大量的能量 唐四瑶也纳闷自己的攻击 为什么会这样 直到一股能量顺着他的手臂 吞噬他从一手 可是他想要撤退却已经忘了 一头巨大的青龙瞬间将他击飞 强大的力量使周围的剑主动拨去 看到自己的一拳这么大威力已经干了 随后万象解说青龙甲可以格挡爆发 十倍否经历 听到后的我赶紧迎礼膜拜系统大大 然而这时却有一只受伤的手 搭到了肩膀上 看到男人挥动拳头要打我 我猛地侧头躲开攻击 当看到来人是林大岳父后 又看了看身后林副造成的伤害 我吵了个DJ 什么仇什么怨啊 出手这么狠 眼前的女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求 居然当着男人的面 吞下了自己的粉色内面 甚至还跟着男人来到了他的公寓 进门却发现一个美女 已经摆好了迎接的姿势 奇怪的是女人非但不生气 居然还拉了拉裙子向着房间走去 原来就在刚刚林飞的父亲 以为我是唐四瑶 对我毫不留情大大付责 因对方我的未来林副 我只好连滚带爬的逃跑 幸好及时赶过来的林飞制止 在经过警局的全范围排查 林副也初步统计了一下数据 但罪魁祸首唐四瑶却不见了踪迹 听到我的讲述林副 这才知道这次的事件是游戏造成 随后他决定成立一个特别行动小组 林飞任特别行动组组组 而我则是担任特别雇佬 同时辅佐林飞 我闻言本想着要拒绝 却没有想到林副拿出自己的女儿 做出威胁 最终的没有选择的我只好答应 然后林飞跟着我回家取行李时 赌气着质问我 你就那么急着跟我撇清关系 我看着小肚鸡肠的林飞一脸惊讶 可当我打开房门进去的时候 比刚才还震惊的一幕出现在我面前 只见任军旗摆好妖娆的姿势 准备迎接我的道理 看情况后的我连忙给林飞解释 经过一段时间的解释 这才打消林飞一幕 不久之后几人来到了一处高级电视 我的房间被分为于二楼 林飞就住在隔壁 至于军旗则被安置在地下室车屋 看到军旗就要发飙的节奏 我赶紧跟林飞说明情况 她的加入会是我们提升很大 听到这个的林飞转身就往自己的房间走去 看到没有女人的骚扰 军旗里面要求我去房间休息 这突如其来的开车让我震惊 连忙表示自己今天有点不舒服 说完我就快步跑回到了房间 确定房间的门锁好才松了一口气 而这时万象再次发出声音 年轻人要把握机会 你们仨一起我肯定会给你更多技术 这句话一出彻底点燃了我的怒目 你个老色皮是不是没有那方面的 才引领我要按照你的意思去执行 原来万象曾以为自己创造的末世 游戏和现实世界没有任何差 但后来他意识到自己的世界 缺失了最重要的快 纵使自己成为万人之上的主宿 但还是没法赋予他们阴阳结合的朋友 在经过无数次的尝试 我终于找到了问题的关键 原来是我自己都不知道那是什么滋味 因为我无法自己亲身体验 于是我只好通过观察你来获取数据 我纳闷他网上有那么多学习资源 何必非要找我 谁知道万象一口围绝了我 人军旗他们是我开发的NPC 我能感受到他们在做核酸时的T干粉 这样才能不断完善数据 所以你一定要多多地调教他们 花样越多越好 在了解后所有情况后 我让他赶紧关闭通道 一个人军旗构你采集数据 这时注意他的眼神飘弄 我瞬间感觉大事不好 我拉起电闸逼问他到底怎么回事 受到威胁的万象系统 想说出的事情 原来在为了探寻叉叉的奥迷 他把世界底层代码都搞乱了 意外撕裂了次元币 这才导致两个世界发生连接 我一脸无语地注视着他 你这是要让两个世界同归于境 听到我的话万象连忙解释 只要让我获得足够的数据 就能修复猎品 直到从他口中撬出了所有信息 我才躺倒了床上 毕竟拯救世界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实现 随后在不知不觉中睡着 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射到我房间后 我被刺眼的阳光照得睁开了眼睛 我睡意朦胧刚起身揉了揉眼睛 发现自己的衣服一夜之间不见了 看到旁边居然躺着一丝不苟的军旗 让我擦 美女为了能够成功获得眼前小竹鼠的惊喜 竟然一气之下把男孩绑到了眼睛 看到如此宏伟的建筑美女都惊呆了 随即一月刚好精准命中的彩中小竹鼠 而我刚醒来时就看到旁边躺的人军旗 我连忙捂住自己的清白之身 转头看着那扇破碎 瞬间感觉自己不干净 可军旗却对我说他晚上什么也没听 莲姻竟然是让我有足够休息时间 这样才能保证每个小精灵的智力 随后军旗就一副家庭主妇的样子穿好衣服 见到他哼着小曲出去的我才松了一口气 军旗为了能够让我补一补小精灵 居然从动物园里搞来只老虎让我吃虎 吓得我连忙骂他赶紧把老虎送回去 就在刚送走军旗和火颠的时候 突然一只欲想拉住了门 我转头那门又走了 直到看到一个被这双刀的美女出现的面前 看到她的大波浪我眼睛都直了 美女自称是北风帝国的公主 姓六明九 我此次前来只是想象你借一根东西 听到是一根东西我瞬间就明白了怎么回事 原来六九所在的北风帝国曾经是最强大的国家 但是半年前凶残的恶魔袭击了他的国家 繁华的国都和王国精锐全军覆没 随后他到处寻找复仇的方向 直到他来到一处王国的银记 看到里面被系统打造为救世主的雕像 他才找到了复仇的方向 就是要去走我先活的小精灵 然后带走后培养成新的救世体 因为恶魔也在寻找的愿 他表示失诚之后自己会亲自送我上 说完只见六九从身后拔出了双刀 只是随便挥舞了几下 一股热气瞬间将我的衣服撕成了碎片 我的主损让六九也惊讶得累 可为了自己的王国 他也顾问了自己的身体 飞到空中吞去自己的衣物 准确无误地惊重命中的心 他这样的精准的乌鸦坐飞机 使我强忍得疼痛无话可说 但当六九想要加速尽快尽快解决战斗时 必把手枪突然顶到在他的后脑身上 来人不是别人正是刚刚被任命人 调查组组长林飞 但六九看到这一幕不但不害怕 相反还很兴奋 而另一边的林飞却坐不住 现在外面都乱成一锅粥 你还在这里做核酸 原来在和六九做核酸时 第二次一次元已经降落 听到后赶紧用力阻止了六九 询问战斗进行的如何 从林飞口中得知有一支战斗小队被困在里面 所以林飞来找我一起去救你 可六九一脸不愿意的 是必今天一定要把东西拥住 在他的认知里 男人最多只有半炙箱的时间就会有 知道我怒斥他可以停止 你就算在我身上耗一片鱼 也休想拿走我的小精灵 听到我的话后六九也只能选择东西 并答应我留下来 直到我什么时候愿意 而另一边的小队长已经全军覆没 对讲机的呼叫迟迟没有人接听 直到一个男人拿起来接通了电话 此人正是导致小队覆没的罪魁祸首 也是在警局的速敌唐四瑶 开车了开车了 北女警司为探索汽车的刺激 一个飘移使他做到了副驾驶 随着汽车的颠簸 他真的探索到了 剧烈的运动人汽车都经不住的冒烟 而正是在市区京线超音速越野车 原来是林飞车速达到180万 在他的身后跟着许多全副武装的装甲车 林飞刚拿出对讲机跟后面的小队报告起来 谁知道我突然能打方向 下一秒几速激光越过汽车 可后面的车队来不及反 一道道激光瞬间穿透装甲车 随着一声爆炸声响起 我们也同时望向前方 随着汽车飞速的向前驶去 这时我们才发现原来有一群狙击手在前面伏击 发现后的林飞也赶紧掌控方向 正当狙击手准备再次发生激光时 一道火光突然从天而降 瞬间所有武器全部被炸 连同所有的狙击手都被一线锁定 白人不是别人 正是刚刚和我做了81分钟的核酸六九公主 而这是我的简面质矿口的提示 随着万象的提示 原来六九被算成了我的鼓子 他击杀目标后获得的经验会有一半即到了身上 这时身后传来一声巨大的爆炸 黑色触手无一样的东西击飞后面的装甲车 只见一头全身钢铁的刺激天机蛇出现在身后 看到他的样子我们两人都震惊 此时的天机蛇张大嘴巴镜头冲到我们的车后 我逃跑的时候本想着用帝富龙束缚 可刚束缚住天机杀一叉了 帝富龙就被无情的击死 正当我准备带着战警出去迎战的时候 六九拿着自己的双刀从天而降 砰的一声重重地落在发动机盖上 表示你还不是天机蛇的对手 这家伙就由我来对付 你们抓紧突围 随后没等我开口六九就手持双刀向天机蛇奔去 但此时此刻我却没有坐以待 打算抽一张能抹杀天机蛇的高级技能 可谁知万象却给了我一张谢谢灰 原因竟然是没给万象看福利而止 而这时林飞也发现一枚金箭击中越野车 突然的金箭爆炸使车门被先飞 林飞的一个跳跃也正好命中了心 此时的汽车正好经过一处减速度 剧烈的颠簸使林飞也不得不发出剧烈的变劲 而我也被他腰里的配枪各的好头 随着这一段路不断的颠落 这样的场景也引得系统非常冒烟 这时前面出现一个身影挡到车面前 看到来人是正是唐四尧 我们两人也停止了眼前的火 只见唐四套手持C级装备斩马刀向我劈来 我见状躲不开连忙使用抽卡 唐四尧挥舞着战道爆发出一笔力 瞬间将越野车分成两半 随着爆炸声的响起 唐四尧也认定我死在了其中 殊不知一道身影从爆炸中走出来 由于万象看得过瘾奖励了我青龙台甲 另一件装备青龙战甲 怀抱里的林飞也被我帅气的外表点 唐四尧看到我毫发无损急忙劈出所 看到他的攻击我迎面迎击 因为我有着青龙战甲的保护盾 唐四尧的攻击根本对我毫无作用 唐四尧也震惊了我身上到底有多少东西 同时也通知了上面的狙击小组射击 而我也完全不顾狙击手的存在 只见狙击手释放一道道激光效果射 感受着来自狙击手的炮火的洗礼 我也纳闷这混得的帮手 还真不舍 看到我艰难的抵挡 唐四尧也下令在我倒下之前不走近 这炮火的洗礼下 我也缓慢地来到了唐四尧身体 唐四尧也不傻知道我也干什么 准备跳走的时候 发现自己被什么东西束缚着 两个美女为了能够得到男孩的小精灵 居然一个自己端着自己下的面子 另一个更是端着营养丰富的韭菜加生意 而就在两人用自己女人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时 殊不知男孩这时已经被另外的美女给了想 这时的我用地副龙束缚着唐四尧后 而我这时也悄然地来到了他身边 唐四尧见状急忙摆手让狙击手停止射击 但团队成员误解了他的意思 以为老大是想拿自己当佑 引诱敌员到地点并一举拿下 狙击小队立即放下悲伤瞬间火力复 唐四尧瞬间感觉到了什么是好队 唐四尧就这样被队友撕成碎品 而就这炮火淹没了我们两人时 狙击手门的上空出现一团火焰 火焰瞬间吞没了所有狙击手 来人正是军旗骑着凤凰来的 看到他的到来我信心满满 眼看着唐四尧还没有被封死 我直接一拳贯穿了他的身体 远处监视的管家都震惊 连忙把事情禀告了自己的小姐 听到管家的介绍后的爆判机 表示非常心生死 而另一边的我完全不知道自己被监控 确认唐四尧死的不能再死后 林飞这时也让我过去看一下 我小跑着向着林飞躺去 但是还是低估了唐四尧的手 因为有法宝的保护 他又重生回到了自己的安全衣服 同时我也在残留的人员里 问出了一些事情 原来他们都是冰霜音乐工会者 在得到信息后的林飞压制 他就上了几车 而旁边的军旗一下挽住了哥 哥哥 琪琪今天的表现棒不棒 那晚上是不是可作所算了 我尴尬地笑了笑刚想说 头上就冒出经验加一百万提示 原来是六九成功击杀了天机舌 随着事情的解决 我准备点外卖来犒劳一下自己 而这时军旗突然端来了一碗牛肉面 这是琪琪第一次为哥哥下 也不知道做得合不合哥哥口味 可当我夸赞他做的面赞不绝口的时候 却对军旗的当场开车的话语不吞 不知道什么时候哥哥下面的琪琪是 然而话刚落下客厅里也出现了六九的声音 只见他端着一盘满满的韭菜配色 但很明显两个人都奔着自己的血精一味 在六九和军旗用自己的方式来打斗的时候 为了躲避他们的打斗 我本想趁乱逃走 可没想到刚一开门就被一个美女移住 此人自称是豹小姐的私人秘书 特地来邀请我参加晚上的盛宴 并还带来了特别的礼物作为豹主 听着秘书的详细描述口 他这才意识到他所说的豹小姐就是所谓的Ip女子 也是继承了百亿资产的强盛集团的新任董事长豹盘机 送到里的秘书说完就六点会有车来接我后就坐车离去 只留下我一人抱着箱子在原地发了 为了确认我内心的想法 我直接打开了礼物 只见一打打百元大钞印入在眼前 果然是董事长抱叛机 出手就是胡一板 而夜晚的在警察局的大楼里 在听说我被强盛集团派来的专车接走后 林飞瞬间呆住了不到是什么情况 气得林飞恨不得把监视者射了 而现在强盛集团总部大楼的高端宴会已经开始了 身为千亿身价的美女总统 一进房间就觉得丝袜太年 当着我的面就脱去了渐变的丝 那性感的身材和绝美的玉腿 看得我阳眼发光 甚至还开出天价只为能得到自己的一次 而在强盛集团的宴会现场 主角抱叛机抱总穿着华丽的衣服出现在现场 这么性感美丽的抱总那能没有追求主 其中最为耀眼的还得是曹太尔 自弹和地毯 还摆出自以为是帅气的姿势来高歌一曲 晚上好我漂亮的本 我想和你地位床天违背阴阳节哀 能不能给我个机会让我一探道理 面对他那下流的歌词 众人只能接头娇儿响声夜 只因他是当地省长的亲儿子 可这一次的泰迪明显找好了酒 殊不知抱总转身来到我旁边 跟我打起了友好的招 他的转身也正好导致了泰迪永久性的音乐 站起身来就像我发泄出自己的愤怒 手下人见状也连忙挥动了拳头 没想到这时抱总却走过来拦在我身前 还当着众人的面邀请我到自己的私人房间谈谈人生 注意到我的胳膊在抱叛机身上摩擦 泰迪恨不得当场就要用自己的大脸来抽死 随后我们两人在众人的目光下 只见我们两人刚到房间内 抱总就一辟做到了自己的专属女士 毫无顾忌地在我面前慢慢脱掉自己的私望 并说明了自己的要求 看到这一幕的我血液都沸腾到了 一进门尺度这么大 后面那还得亮 在得到我的回答的后抱总都为之正经 随后便告知自己就是冰霜营乐工会的会者 现在就是邀请你加入我的工会 你开个架吧 抱总以为我被他光滑的玉腿吸引 然而下一秒我却突然来到他身前表示我对钱不感兴趣 听到话的抱总不仅不生气 反而激动地表示自己有足够的信心让我感兴趣 于是他放下办公室里面投入 可映入眼帘的却是万象之老色皮的表情 看到后的我当即怒吱他赶紧滚回去 注意到我有点不自然的抱总没道理 然后就开始了自己对近期发生的事情做起了组织 他发现世界中的所有具有特殊能力的道具都来自末世游戏 而通过他们对所有线索的研究 已经能大致地推算出下次道具来的时间和地步 并且这是他的身体慢慢靠近我低声度 如果你臣服于我现在就能走上人生的巅峰 如此暧昧的一幕正好被窗外的人谈 来人不是别人正是我们性感的林大警司 担心我的人身安全所以来监视一下 没想到面对抱总的问题我立刻拒绝 抱歉 我已经答应过别人了 不违被诺言 听到话的林飞心头一脸 他说的别人难道就是我 怎么有种心动的感觉 在临走时我还不忘好心提醒一下抱总尽快起散工会 不然警察会迟早会查到你 看着我离开的背影 旁边的小秘书对我起了杀心 然而却被旁边的抱总阻止 这么有趣的男人就应该留下来慢慢玩 此时楼下的泰迪坐在车里焦急地等着我出现 而这时我正好从门口住 泰迪打算看看我到底是那个家族的子 谁知道低头拿出手机扫了一辆共享单车 在操作可把泰迪和司机整郁门 扬言司机开车要把我撞死在街头 但司机把油门倒散到底的车子都没动 泰迪和司机向后面看了一眼都为之正经 只见车后一人用一只手把车子举起 来人不是别人正是应该已经死了的唐思义 那个身为特级警员的女警官 担心自己的手下被做核酸居然飞檐走立 看到自己的手下拒绝了千亿总裁的用力 内心竟然有点春心荡漾的感觉 回到家竟然穿上了自己从不穿的皮卡丘 等待着手机 而在我刚从暴走那里回到家后 林飞就端着枸杞 穿着皮卡丘的衣服迎接我 天越来越热 你一定要多记得喝枸杞泡的茶水 说着就掀起自己很短的皮卡丘 这一幕发生的太突然 我感到内疚询问林飞军齐和六九 不如其来的一让我猝不及分 他们两个被我赶出去 我劝你老实点 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因为你今天的良好表情 我决定奖励你一次做核酸的机会 而他们不知道这时敌人的导弹已经锁定了 说不出我们的别墅自带反导弹装置 随着一声爆炸声音响起 不如其来的爆炸声是我们赶紧嘴提 看着外面的反导弹装置 我们只是想做一下核酸 没必要被用导弹来支持我 此刻不远处的太敌面露愤怒之所以 唐四遥看着太敌完全不办事 说着单手释放出一些利益 地面下面正在有东西慢慢滚出来 随后一群背着炸弹的虫子从地面中 唐四遥操纵的虫子向远处飞去 林飞这时拿着对讲机询问情谊 可外面的观察员却一脸问候 这时候怎么会有一群流星雨过来 谁知道下一秒虫子就在别墅上爆炸 看着远处灰飞烟灭地表示太敌兴奋过来 此时我的别墅已经被夷为了平地 幸好我及时换出青龙甲互助 我们二人从安然无恙 这气得林飞好不容易才下定决心做 被这样搞砸了 回过一会林飞一脚踢开强盛集团会议室的大门 暴总一脸平静着看着林飞 林警官不知道有什么事值得你一脚干开 林飞看到他一脸平静的样子立即掏出拘捕令 看到拘捕令的众人都起身要替暴总聪明 就你带的这几个人想带我走 房间的气氛顿时异常紧张 还好我及时站在中间来当化石 见到是我来调理这事情珍惜 暴总也给我跟面子愿意协助警方的调查 这可把身后的林飞气得吃醋 拘捕令都没他好使是吗 审讯室里林飞质问暴总为什么邀请来参加宴会 可听到回答的林飞更是火冒三丈 我很欣赏他的技术 想深入交流一下不可以 外面的我也不知道怎么来掩饰自己的尴尬 只好强装淡定地摸着下巴想射击 而强盛集团大楼内小秘书刚把我关上 突然感觉自己被什么东西停止 只见唐四瑶用东西抵住秘书 逼他说出能预测降能的秘密资料 同时在审讯室外面 也收到了监狱遭遇到袭击的事情 邻居当即命令我前去处理 还让我带领一支雷霆行队进去 没一会攻附雷霆小队队员迅速积极 这支队伍里的每个人都是顶级高手 并且已经装备了异能规征 此时监狱内已是一片混乱 我带领着雷霆小队随即而来 我突然意识到我自己重心 现在的强盛集团里唐四瑶正在拷贝资料 而秘书也被他用残忍的手段的制裁 收到我正在赶过来的消息 完的唐四瑶一天捏损损 因为有着军旗的凤凰处 没一会我就来到了强盛集团的大楼下 看到地上的保安就知道有问题 这是一个男人慢慢地向我们访 但我看清楚此人的面围 我整个人内心突然感觉大事不好 臭屌丝 我已经等你很久了 只要姿势多美女就能放下你家 男人前一秒还表示自己是个纯洁的男 下一秒就经不住雪白的山峰的诱惑 瞬间就露出了梦寐以求的响嘴 一挥手天空就出现了白色的衣服 就在刚刚我看到是那个水我惊呆了 他分明被我亲手杀死 但我没想太多的净职冲击 但没想到我和任俊齐却落入我们的圈套 下一秒他的手一挥 我和俊齐就被困到一个笼子 正当我打算要冲出去的时候 可谁知道脚刚来到唐四瑶目前 我们两人就被传送到了一个奇幻的世界 我立刻拿出手机询问怎么回事 万象则一眼看出这是S机道具所舍的环境 除非从外面解除证据 否则只能困死在你 但对于你还有人现身机的 只要你和军器插着 解除它的第一道封印就行了 说着万象就让我选择什么样的姿势 看着万象的嘴边我一阵无语 可万象以为对这个姿势不是很小 随后拿出来多种多样的姿势让我选择 气得我把手机一下摔倒了地上 可接下来万象的一句让我非常心脏 游戏里的人物也是有生理安全气的 安全气内绝对安全 听到后的我做出了老司机的肯定手势 随即看向一旁的军器 袭击 形势所迫只能委屈你 而这是我的内心开心的样子 这下终于可以打一场酣畅淋漓的战斗 大手一挥 天空中就出现了一套衣服 幽静的方野上终于迎来了粗鲁的走气势 军器也感受着草原上的侧脉奔腾 随着水渠开闸放途 一笔金拳拼走不出 水花溅在了旁边碧绿色的大树上 而这时军器也进化成了第二点形态 仅仅是随手轻轻一指 就打破了困住我们的幻境 看着被打破的幻境 我惊讶想象要是再来一次内会强大到什么样 随着我们从幻境里回到了现实世界 唐四瑶也惊呆在原地 亲爱的唐四瑶 我会好好照顾一下你 唐四瑶这时也做好了战斗的主 只见他双手从虚空召唤出 集装备封双刀 同时我也遭遇到了他的攻击 虽然我有着青龙凯戟 但还是被他双刀划开了一道练锁 幸好我反应迅速单手一挥 军器瞬间化作一件S级装备灵魔宝剑 直接斩断了唐四瑶手中的两款双刀 要看打不过的唐四瑶转身就跑 可还没有跑两步的唐四瑶就被剑起穿过小鲁 看到没有反抗能力的唐四瑶五高高跃起 必须把用剑把他插到了地上 乖乖地告诉我你上次是怎么死而复生 可唐四瑶宁愿选择自爆的方式也不肯告诉你 在我眼看快要被炸飞的时候 军器变身成千击散将我保护在他身后 才让我避免了爆炸的冲击 但他却在巨大的爆炸炸的伸手中上 眼看着他就要奄奄一息我去无能为力 就在这时林飞带队来的 我忍着剧痛报告了自己的位置 让他们先把军器带回部队赶快指 刚缓了一会我就赶紧向楼上跑去 当我打开门时却看到小秘书被塞住嘴巴绑在地上 我们赶紧上前去给小秘书捡开 在秘书口中得知原来是泰迪收满了公司的人 并且还窃取了会长的那些绝密资料 林飞听到后也是满脸震惊 而另一边不知名的小区里传来一阵嘶吼 这时唐四瑶又一次的复务 感受这个一件刺穿的身体他一脸争鸣 但还没来得及抱怨就被电话铃声给打罚 电话的另一头却传来了女赞紧的信息 眼前这个身为千亿身价的女主宰 只是慢慢地吞去自己的衣物 就能让在座的各位未知疯 可是他为了夺回自己失去的一切 竟然以自身的优势隐身犯行 当晶莹剔透的水滴从他的玉腿上缓缓地流下来时 说明他完全已经做好了不吃饭的准 而在接到电话后的唐四瑶立即就行动了几 原来找唐四瑶时刚刚合作的是泰迪大少 刚一见面泰迪就骂了你 你说帮你能帮我和报判机做合作 结果下一秒你就把大佬给扎了 想坑死你爷爷 你这个疯子绝不能让你再惹麻烦 正好用你身后叫我培养的一群人来了解你 有这五百万的加持个个都红了眼向着唐四瑶杀去 只见唐四瑶召唤出及泡妆业务 仅仅是一招就解决了一大半的 再可惊呆了泰迪和他的朋友 这时唐四瑶叫嚣怎么都不敢上 继续啊 再明白原来只要多杀点若鸡就能升级 本想着打算把眼前的人都解决了 想到自己还没有小弟 就扭动的脖子表示有谁想跟我混 现在跪下还来得及 听到后的众人当即就跪了下 想到自己有这么小弟发钱可是个大问题 随后转头阴晨的探险的泰迪 泰迪注意到唐四瑶那阴晨的眼神瞬间明白了什么 这是要拿自己当提款机啊 二话不说扭头就向这家的方向分去 可身为普通人的他怎么能够逃出唐四瑶的手中心 有了钱有了人更重要的是有了那个程序 我唐四瑶何仇不能治大天下 好汉你现在乖乖洗干净脖子准备临死 审讯室里我们将信息告诉暴总 暴总听到后震惊的对我们发唬 我们请求他能不能终止被抢走的程序 暴总表示要是有原始的数据就好 说我从拿出万象的他看 在跟他解释后事情的原委 暴总也纳闷开发游戏的居然是个人工智能 可万象却不答应我的请求 甚至提出条件要我和他们两个到够服务 面对万象的条件我们一转眼就来到了玫瑰大酒 我刚洗完澡穿着浴袍出来 却看到暴总和林飞坐在床的两边话都不说 为了缓解尴尬的局面我尴尬一下 林飞看到了这一幕生气的躺在床上不再搭理 出于同情我只好询问暴总 如果你敢主意的话还来得及 面对自己的提问暴总却毫不犹豫地拨掉林飞 一脸红韵地表示 为了夺回我失去的东西也只有这样 说完从我旁边向浴室走去 而万象却一脸高兴的表情 这可是三人作战 你一定要好好表现 我当即咒骂他逼人家做这种违背意愿的事情 真他妈握住 可接下的万象的一段话使我震惊 你怎么知道人家违背意愿 我通过心律和脉搏 激素信息来判断 他们早就对你方心暗许 我一听心里暗暗高兴 大佬不愧是大佬 突然一只高跟鞋飞过来打断了我们的谈论 原来林飞已经听不下去我们谈讨人生 虽然系统被砸成了花瓶 但知道林飞现在只是嘴硬拔 这是一个温暖的身体从后面抱住 原来是暴总已经洗完澡 胶滴滴的水珠顺着玉腿 缓缓地淋下 正当我转头望向暴总时 却被他的一句话 其实我早想和你作核酸了给你断断 说完这句话的时候 他就亲吻住我的品质 还要求我不要懂 让他来展示自己的绝合 他认定万象一定会喜欢这个演义 随后就步入大家喜欢的节目 这节目也看得万象都情不自禁地显示 而林飞却躺在床的另一边 听得羞涩的声音满脸通 一个是身价过异的女总 一个是身为警员的女警司 两人都不相信男人有多么牛逼 打算亲身咽一下到底是不是真的 女警司说着嘴上不愿意 可身体却很诚实地要表示事一事 想着自打他进入警校时 就是万众瞩目的交流 追求者可谓是从地球排到了月球 但他认为太弱的男人根本配不上 直到在加入克勤局后的一次任务时遇到 起初以为我只是一个普通的臭粉丝 但在经过和我的长时间相处 慢慢地相信我就是他要等 可是现在的我正和另一个女人在一起 暴总在这期间也很快被击挤 连忙伸手向这旁边林飞求助 林飞这时终于开口 你们没羞没臊 不要以为我也是这样 他忍不住睁大眼睛看着雄伟的竹针头 暴总则是一脸虚脱的恳求林飞快一点 在听到暴总被猛烈地攻击下的声 林飞终于忍不住内心的重复 我倒要是一事你的工作到底做 暴总这下可以好好地休息一下 随着竹笋的介入 林飞也体会到那生不如死的感觉 犹如在呼伦贝尔大草原池城野马 野马拖着他疯狂地奔跑 林飞不得不艰难地用手抓住马枪 随着野马一个急刹车的尖叫 林飞虚脱地从野马的背上狠狠地摔倒在地上 让他没想到的是起满真伤身体 在战斗将近持续各把小时后 我满头大汗的质问万象这下你满意了 两位惊疲力尽的美女也一脸疲惫地看着万象 可看到万象支支吾吾的带动 我整个人都恨不得把他刺了 原来是刚才的节目太丰富了 使万象进化成了万象魔力 片刻后暴总拿出电脑开始构建自己的程序 林飞也凑上前查看下一轮的道具降落 可我却告诉他们不用预测 因为异世界的道具已经降落 而暴总也正在紧密地寻找资源丰富的地区 即使位置已经确定 但遗憾的是离自己的远远 我没有什么办法能够紧快到达哪 听到后的暴总相视一些 画面来到一毫大景点外 突然一道空间之门出现在门 我们三人从里面走了出来 看着如此牛逼的道具我不经感到好奇 而暴总则是一副妩媚的表情 身为大工会的会者 怎么会没有一点资源 林飞察觉到这地方有些异常 地上的血迹就是他判断的一句 好像有什么东西把尸体拖到大厦 并且血迹上来看好像是某种野兽造成 一系列的问题让我也感觉到了威胁 当我们战战兢兢地进入大厦后 完全没有注意到身后有什么东西在感受东西 随着沙沙的声音在周围响起 我顿时感觉到有什么东西在跟着我 突然楼上传来了一声惨叫 我们快速地跑上去查看 只见一个男人拿着武器在那里扫着 突然男人被什么东西一击毙 当我们正在目不转睛地看着时 后面的豹总发现了身后好像有什么意习 回头往去一只大蜘蛛突然出现在他面前 尖叫的声当发出一个字蜘蛛攻击了他 幸好我反应快站在他面前 一拳将蜘蛛打碎出去 我本想着安慰一下豹总的情绪 但却发现有大量的蜘蛛像我们疯狂流 两女的拉住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看着如此多的蜘蛛我感觉招呼挺快的 注意到面前有一扇贴 两女的推了白天都没有推开 我看到毫不犹豫的一脚踢开了门 然而令我惊讶的是 门后面却有着一群人躲藏 众人躲藏的地方被我一脚干了 他们恨不得把我大卸打碎 我被他们猙獰的面孔吓得大小变世界 眼前这个拥有八只脚的蜘蛛精 转眼就相中了男人独有的大纵子 不惜露出自己的地雷让男人浮沫 甚至还当着两女的面现场直播 在林飞和豹总刚关上门后 两人刚准备好松口气休息一下 却发现我被一群持枪的壮汗包围住 林飞立刻掏出手枪警告他们不要乱打 在男人口中得知酒店的人都死光了 我一眼就猜到他们是唐四瑶的人 男人也一脸惊讶 你怎么认识我们老头 唐四瑶确实是个老六 竟然让自己的手下来送死 我指着后面的门表示要是你干开枪 我就立刻打开门 男人听到瞬间有点不知所措 他断定我不管开门 可谁知我却转手去开门 见状众人瞬间举手投降 旁边的林飞和豹总松了口气 在林飞将小喽喽全部绑住后 我开始了向男人审讯 原来唐四瑶命令他们来这里寻找资源 可他们一抵达就遭到了外面蜘蛛的攻击 但当我问起唐四瑶在哪时 男人支支吾吾的想蒙混过关 可看到我准备把他扔到蜘蛛面前时 他才承认唐四瑶正在眉山搭建大门 在了解敌人的位置后我打算动身 但问题是现在走出为蜘蛛的包裹 面对林飞的提问我浑身散发 一击击碎面前的铁门 是昆虫一定会怕 蜘蛛看着有温度的火焰结结后 看到他们的害怕 我证实了自己的开心 殊不知真正的危险正在悄然道 下一秒我的胸口就给独刺刺传 而且毒素还自带麻痹神经的效果 我艰难地向身后望望望 只见一个蜘蛛少女从后面表述我终于得到 林飞和暴总健壮立面拿出武器 蜘蛛少女示意他们不要紧张 只要你们帮我找五百个人送到我面前 我就可以放他走 我刚想要插一句 就被蜘蛛少女用尾部疯狂地讲 出于无奈林飞二人只好先答应 临走的时候蜘蛛少女还不忘告知 一个小时内没见到我药的肉体 他就会终生不拒 三个小时后命扫黄犬 听到这话的暴总和林飞彻底慌了 两人为了自己下半身的幸福 急忙回局里班酒壁 身后的小混混看着林飞两人被放走 以为自己也可以安然离底 但没想到等待自己的却是死亡的遭受 当我再次醒过来的时候 身体已经掌握了控制权 还好之前服用了解决的药术 醒来后的我发现周围都是人了的 就连唐四瑶的手下也成为了蜘蛛的羊羊 只见蜘蛛少女来到一具尸体面前 将自己的毒针插入尸体的身体里 没意会的工作尸体就开始迅速的瓦解 蜘蛛精感受着尸体带来的快感 到达顶峰的他喷射出无数的小崽子 原来他抓人是为了让他们成为自己生孩子的羊羊 发现这一点的我大吃一几 我还以为他是第三个降临的妹子 原来是个生娃狂魔 听到别人说自己是生娃狂魔 蜘蛛精当即就要送我上路 在即将被蜘蛛精杀死的时候 我召唤出青龙铠甲赢了上去 一拳就将他的尾部的尾刺击碎 无次的折断是蜘蛛精口吐鲜血 他没有想到我居然还有后手 立即发动命令让自己的孩子包围住 虽然我现在百毒不清 但现在还没有适合毒戏的招式 下一秒我就会使用万象抽 当我握住卡片查看的时候 让我瞬间惊呆在原地一动 不知道怎么形容才好 炸裂了炸裂了 每天让我做核酸现场直播观看的系统 居然是一个身穿JK衣服的小罗粒 一出来就要求我和他做核酸 甚至还寻找着自己的豪华床垫 原来在我拿到卡片看到的时候 我恨不得将万象弄出来毒打一屁 映入眼帘是一张属性未知的人物 我本想着偷偷地放回去再次选择 下一秒系统就自动解锁使用 让我没想到的是 这卡片居然是万象本身 蜘蛛精看我们两人聊得这么欢快 当即就发起了猛烈的攻击 我抱着万象赶紧躲开 询问他是否有什么能力 可以杀死蜘蛛精 可回答我的却是自己等级太低没有什么 这让我一时间以为万象是在开玩戏 蜘蛛精看到我们的其他也是吵醒 随后我只好询问万象 有没有之前那之前暴走使用的穿梭导致 听到后的万象 立即在自己的二次元空间摸索了起 眼看着我准备逃跑的蜘蛛精 立马开启狂暴模式 在狂暴模式下毒刺居然携带着神 这一击的威力竟然引发了能量的波动 片刻后我的防护罩就出现了几道猎物 破碎之时还好我反应神速即适度 但还是被它修长的蜘蛛精的一角 它的一角使我的战甲自动剪 补出猪丝准备将我束缚住 幸亏万象及时扔出了卷阵 即使我被钉到墙上无法动弹 但还可以使用道具的开列 当外面的阳光照到蜘蛛精的身上时 蜘蛛精瞬间浑身散发出黑色气息 让我没不到的是蜘蛛精竟然这么害怕眼光 看到阳光限制了它的行动的我召唤出青龙子 这时蜘蛛精才明白一切都在我的计划之中 为求我放它一马 表示愿意做牛做马来回报 但对于有着很多美女的我根本没兴趣 直接一拳把它的的头颅打成了皮肤碎片 获得三百经验连续升了两级 可当我的等级到达了五级时 我却发现了一点问题 就是这次系统没有说我是第一个晋级五级的玩家 带着疑惑着我没有多想准备去抓狼四眼 随后让林飞带人把大楼封锁将银降临倒去 在我使用穿梭卷轴离开后 大楼的楼顶就出现一个人的身影 林飞得之后就带人追了上去 而在去往梅山高速上 小混混还在看着收获的道具开心 殊不知我已经在车顶等候多时 跟着他们来到唐四瑶创建的鸟不拉屎的坐 我趴在地上查看这外面的情形 正好看到泰迪被押送去放水的路子 趁着没人背后袭击将押送人员打工过去 泰迪刚要大声尖叫起 就被我强行地捂住了嘴 威胁他你要是敢发出一丁点声音 我把这玩意从米菊花里塞进去 随后要求泰迪扒掉对方的衣服 泰迪以为我是开车来救他 可没想到我接下来的操作是他又一次的震惊 打扮成押送人员又将泰迪押了回去 在成功地混过守门员后 上楼后泰迪就指出了唐四瑶住的房间 我上前查看让泰迪在这里不要乱动 当我来到门前缓缓地打开门后 进去却发现里面站在一个服务员模样的美女 看到不是唐四瑶的我叹了口气 当妹子拖着盘子转身后 表示这里有你想要的东西 我就有点可惜这个妹子 妹子听到后露出妩媚的笑容 可下一秒就露出了自己修长的指甲 想要得到东西必须做额酸营了我才行 美女半夜邀请男人到自己的规装一举 可谁知却被正主当场抓爆 美女瞬间扭打在一起 小三不敌被正主差一点挤抱地面 原来在美女露出那修长的指甲 我一脸难闷她的手为什么会变成那个样 在万象还没有解释时 对方就像我发起了猛烈的进攻 面对妹子张牙舞爪的攻击 我轻而易举就离开 在躲避的过程中 我还调戏妹子的攻击太难了 妹子眼看扑通的攻击对我离 与我拉开距离 随后嘴巴微微张开 舌头高速旋转成就了一把狐龙钻 我纳闷嘴巴都被堵住了怎么发出的声音 突然想到她下面不是还有个口 这吐槽的语气让妹子更加的愤怒 然后她以极快的速度冲向我 虽然我看不清对方的声音 但还是凭借着身体的本能躲开了对面 妹子也震惊我可以躲开自己的攻击 但面对接下来的一招我看你怎么 妹子用地理环境在房间跳来跳去 随着惯性的方式使她的速度逐渐接近了光速 我一旦被击中身体就会瞬间崩溃 但就在妹子找准时机发起进攻的时候 我召唤出青龙甲包裹住全身 而用舌头形成的独龙钻中就是肉体 结果自然不可能突破S即青龙甲停运 虽然你很快 但没有我应用 万象不禁怀疑我是不是 却发现外面有大量警察包围住了这里 林飞此时也手持武器冲了上 我也纳闷林飞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我不是让你封锁酒店吗 原来是有人偷走了酒店的道具 林飞追她来这里 这时我后面的房间出现了一道声音 我们迅速地跑过去查看 打开门正是偷走道具的那个偷盗者 看到后的我立马释放爆炎拳 爆炎拳封锁住了对方的逃跑路线 就在我用无情的拳头要结束她痛苦时 却被对方用手抚摸住胸口 不愧是我心仪的男人 被你抓住了 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好想要 是特意过来要跟你结婚的妹妹 我下意识地喊出她的名字 整得想要一脸娇羞 不可以了 没有成金钱是不可以的 林飞看不惯对方一脸绿叉形态 将她牢牢地锁住 逼问她为什么要脱脑 眼看着大为就要被解决 她只好说出实情 原来她是盗贼一族 以盗窃为职 并形成独特的盗窃文化 我示意林飞松开对她的束缚 那你说对我婚姻的考验是什么鬼东西 你可是我们盗贼一族 摆脱魔王统治的希望子 传说中唯一能战胜魔王的奶 我要与你成亲 然后请你去打倒魔王 听到回答的我却表示 其实不用成亲我也可以帮你 谁知道却被想要一拳击嘴 我们盗贼一族不接受外人的帮助 除非是成亲之人 面对这样的得力助手 我只好先行答应下 想要听到后高兴地放动着自己的大力 而他们不知道的是 远处的财神爷已经安装了监听设备 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被唐四瑶看在眼 魔王骂 好像有点意思 而一旁的胡族美女一脸幸福地询问 唐四瑶想到了高兴的姿势 可现在的唐四瑶却火气非常大 让美女用物理降温来给自己降降温 随着美女的物理降温 她的脸上露出了幸福的表情 每当女人加班到后半夜时 就会邀请男闺蜜到家坐牢 还打着要男人试验一下自己最得意的 来满足自己晚上睡不着觉的后遗者 原来在我回到家却发现 君旗和六九已经等候多时 可一进门的想要就大肆宣扬自己是我的未婚妻 得知实情的君旗和六九奋不得吃了我 谁知道这时想要更是添油加速器 六九二话不说直接掏出自己的武器 多说无意 砸刀吧 只有最强悍的女人才能享有交配 输了的人直接将下面奉上 看着他们的交手我只好无奈走 这时暴总却打来了电话 他用电脑采取游戏的后台数据发现 那个被我解决的生化人不是通过降临渠道道 理论上讲唐四瑶可能掌握某种特殊的照片 我也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让道总自己小心一点 随后躺到床上想算好好地休息 但使我不明白的是唐四瑶到底是怎么办的 而在一出的秘密实验室 一群科学家在研究着什么不知名的东西 这时唐四瑶询问张教授进展如何 原来张教授就是我的疑问 他靠着摸索对游戏软件理解就能定位游戏角色位置 并且还能把角色拉回 随着他的一点空中就出现了空间裂索 一个浑身散发着黑暗气息的魔王降临在此 杭四瑶剑成功了立即下跪模板 并表示您逃婚的未婚妻我知道他的下落在哪 随着清晨的一缕阳光映入到房间 我穿衣服准备下楼看了 殊不知楼下的泰迪早坐等候多时 看着眼前三对饱满的大帝类 犹如水蛇一般小人妖 还有那微微翘起来的大秘密 那个男人看了不服想眼前 我这时刚从房间出来 还没来得及向众人问候 泰迪一个滑产就抱住我的大头 好爹 之前是我不懂事冒犯了好爹 您千万别跟儿子一般见识 我一脸无语地看着他没当回事 转身就往小别墅里面走去 泰迪眼看我就要走进别墅 立马表示自己有重要情报会 听到有重要情报的我让他进去 看着身边美女如云的我 泰迪表示自己被唐四瑶关这个事 还见到了一个教授也是被他罢了 我只知道他姓名 长得跟爱因师坦逝 唐四瑶好像是想让他帮忙造什么东西 随后在暴总的帮助下 此人名叫刘松江 是东明大学量子力学泰斗专家 看着暴总在认真工作样子 我有点怦然心动的感觉 暴总好像明白了我什么意识 转头表示自己有个礼物送给我 我脸红的摆了摆手不用了 而这时暴总已经来到了保险柜面前 看着露出自己性感的身材 奇怪明明已经深入交流过了 怎么看到他还会有心潮舞台心情 在我胡思乱想的时候 暴总已经拿着东西来到了面前 而这时的林飞已经来到了特勤局里 他要求局里收集的道具 全部拿出来供自己使 可林局却打算让一个 意志坚定品行端庄道德 高尚孙老爱又勤奋好学温文尔雅的人士 林飞一脸质疑他口中的人 不会是他自己吧 而另一边的办公室里 刘市长给自己的儿子 争取了一些资源 而他就是邻居口中重义的 每当男人和美女开车去野外时 他都会和万象商量一下 一副用什么高难度的姿势合适 得知有高难度姿势的万象 一脸猥琐的表情 原来在林飞得知是 刘市长的儿子拿走了资源后 我冒三丈 刘傻还要求我前去给他当教练 而这时的篮球场真兵活两分天 刘傻还要求媒体给自己出个劲爆新闻 在看到林飞带着我已经难道 一副高大上歇我打招 在和地主家的傻儿子一番客气 我尴尬地询问你确定亲自上手 谁知道他却装作一波云听显得自己很牛逼样 这突如其来的光芒让我紧闭双眼 这一会的装逼让他有点虚 我以为这一趟自己是白篮 直到他把唐四瑶下落拿了住 才使我有点兴趣 林飞一脸疑问消息可不可靠 而刘傻一副肯定语气 如果你们扑了空 我把命赔给你 听到后我立即转身去消息的目的地 再看到我头也不回地跑了自己 傻儿子也立即吩咐手下开始行动 而我已经来到了他说的目的地 我一眼就看出了傻儿子的阴谋鬼机 那么他会用什么的方式来通知唐四瑶来这 这时林飞却接到了看守所的变化 告知看守所关押的嫌疑人全部都跑了 我瞬间明白了事情的原稳 不出意外逃出的人员都来到了唐四瑶这 他们把看守所听到的消息都告诉了唐四瑶 而这拙劣的演技傻子看了都摇头 更何况是足智多谋的唐四瑶 为了这一出好戏唐四瑶准备前往看 而地主的傻儿子还在认为自己的计划天衣无所 完全不知道三个人都有自己的心思 转眼林飞就发现了唐四瑶的道理 在确定是唐四瑶本人后 我也开始了自己的行动 我让万象出来确定一下傻儿子的眼线在那里 可万象没一点好处根本不干我 我随后悄悄地告诉他如果这次帮忙的话 我下次就和他用那种姿势 听到后的万象立即就答应了我的要求 转头用自己邪恶的眼神看着林飞有点不知所 随后就飞出车内扬长而去 而唐四瑶的手下在周围调查了半天 却连人影都没有 唐四瑶听到后表示不光 坐在中心等待着猎物的上楼 远处的眼线将现场的情况并告了刘四 却不知道我已经走了他身份 我让眼前告诉刘啥我已经出现了 却让刘啥以为计划都在美好的方向发展 十几分钟后刘啥的车撞开了大门 一个华丽的甩尾飘移将车停住 一副毕胜的姿势走下了车 垃圾慢 爷爷来收拾你 当看到对方的阵容还这么完整后震惊 唐四瑶像看傻子一样看着 眼看着对方的小弟要对自己出手 刘啥转头准备上车跑路 却发现车已经跑 在经过自己一系列的开程 不出意外的被几个小混混疯狂蹂躪 在经过两分病的蹂躪中 他哭着求唐四瑶放过自己 表示自己被好汉的小子给坑了 唐四瑶露出阴险的笑容断定的就在附近看 而我却是在远处看着所有发生的事情 突然我感觉到一股莫名的危机 魔王瞬间出现在我身后要给我致命一击 随着一声爆炸声音响起 唐四瑶也终于等到了自己的速度 虽然我抱着凌飞躲开了攻击 但后背还是被爆炸炸上 魔王也佩服我的速度有点 但仅此而已罢 我也礼貌地接受了魔王的表 在看到魔王的属性面 我立刻就认定他是从游戏里跑着 万象叫我快点抽卡 这次他把气运会调整到最高 我知道他不会给我机会抽卡 看着眼前比自己强大的魔王 我已经做好了引力相伯的准 男人居然为了斩杀掉自己死对 竟然逼迫科学家开启空间裂火 将一世界的魔王召唤了准 以为自己能够小碰魔王 可谁知道魔王却有自己思维 准备将全世界打造成自己的王 在我看到魔王高达九级时 我跟他闹磕为什么他会来到这 谁知道魔王竟然为了处罚 背叛盗贼之女 听到后的我瞬间实话 好想要 这次真是要被你害死 魔王这个词打算先打解决 我们这对肩肤瘾子 然后再创作出一个 充满杀戮的世界 就在魔王自作多情的时候 我瞬间拿出传送卷轴扔到地上 随着卷轴的法阵起 凌飞被一股奇特的力量 强行地包裹 嗖的一声被传送出去 我知道这么近的距离 就算我身体跳下去 头也会被魔王留在这里 说着我换出青龙甲 准备决一死战 可面对魔王的大荒求天使 仅仅是一击 就让我的青龙甲自动解决 悬浮在空中居高零下地看住 以为我有什么厉害之事 谁知道居然是一个跳梁小丑 随后手中聚气打算给我致命一击 唐四瑶也高兴地大喊魔王大喉 随着一声爆炸声响起 魔王看着烟雾慢慢地散去 感觉我并没有真正地被消灭 身后的唐四瑶也纳门 不可能了 包括我手下在内 下面的人都已经粉身碎骨 就算他穿着护甲 也扛不住刚才那一击 魔王也不禁怀疑是自己感觉错了 实际上魔王的感觉并没有 在爆炸的前一秒 万象将我拉进了一处覆 因此从躲过了魔王的一击 观象让我在这里升级一下再出去 我给你选的是难度最低级别覆 这里的流失速度 是现实世界的十分之一 听到后的我信心满满地准备去看 而这时我已经被哥布林盯上 看准时机就要给我当头一把 我以为他只是一个小怪 可不知道他的轻飘飘的一棍子 是地面都整个破锁 这坛马是野生小怪的实力 注意到哥布林又一次向我写 我换出青龙甲强行 接下哥布林的一棍子 我质问万象真的没搞错 有点不对劲 当万象掉出面门一看后 原来这个哥布林就是小王 可万象记得自己好像没有设计 能爆哥布林的父母 为了能尽快解决我 直接使用抽卡 有着万象的加持 我直接获取了SS传说器装备惊雷剑 面对哥布林的攻击 仅仅是一个划斩 就将哥布林解决 看着手中的宝剑 我甚是门 就在我准备放松一下时 身后传来的哥布林叫喊声 只见一群都是刚才被我斩杀 哥布林朝着我杀了 我瞬间感觉怎么多的小王 六级在这里是小龙 那Buster多夸张了 就在我把好姿势 准备迎接哥布林大军的时候 哥布林好像觉得我有的不好忍 转身头也不会地向远处跑去 我满头大汉表示总算下跑 可万象提示我 他们并不是被我吓跑 是来自你身后金甲地龙窒息的压迫 看着这家伙的等级比我给出四级 我本打算先去杀一些哥布林提升一下等级 毕竟我现在才六级 怎么可能能杀死十级的金甲地龙 可地龙怎么可能会放走到嘴里猎物 口中聚集一发激光射线射出 强大的力量使整个山头都被依为平地 激光的消散使地面留下一道好沟 还好我有着青龙甲的宝库使自己保下 但我以为离这么远的家伙不会再来的事 可谁身后却传来了一阵莫名的犀利 莫名的犀利正是地龙的技能黑洞犀利 我将剑插入地面来抵御自己不被吸入 但还是低估了地龙的技能 宝剑被犀利连根打起 为了自己的一线生机 我果断用出了金雷剑的附带手机 可雷电打到地龙的脑袋上根本就是给他挠眼 随着地龙技能的消失我也被他吞入了 观象看到后也担心我的安危 已经做好了连掉三级的准 可谁这时地龙突然大叫了几 观象也注意到了地龙好像有什么脑 只见地龙这时的肚子如同气球一般的鼓起 随着砰的一声血肉四散炸开 幸好青龙甲最后坚持住 在解决地龙后的我也顺利地来到八级 也获得了几件稀有的资源 看着自己身上破烂的青龙甲 我依然决然将所有的材料拿出来升级青龙甲 随着一道金光直冲天际 青龙甲成功升级到了SS级别的青龙圣甲 这可是圣级的宝物啊 整个游戏世界也不过99件而已 看到台甲的我露出了爆发户的迷之微笑